今天要來介紹一下我們的 男生助手 首先呢 從進來門 就是門口 他就是在經典的門發索 看到這個門上掛了一片 用地上的鏡子 我會覺得身為大學生出門在外 明明就要打扮一下 所以出門叫一個鏡頭 接下來介紹一下 每個人都有的床位 再來介紹這個床的座位 這個是梯子不帶 真的是抽屜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過 他裡面就不打開了 然後這個是 應該這樣實稱是櫃的 他這個穿衣服的 實稱是櫃 這個房子是六人房 所以這個有六個這組床位 然後我就不一一介紹了 來介紹一點比較特別的 還會看一下 那個 是電的 照亮我們生活 需要這個東西 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 這個冰箱 是我自己去 然後這樣二手排慢慢來 那如果正常宿舍要用冰箱的話 是跟學校組 他一學級是三千塊 他每學級這樣要付三千塊就很貴 然後我這樣兩千塊 一老有益 好 再看到上面這個 因為男生宿舍陽氣太重 因為我只要一個新年薪柔的東西 所以我就是花了幾百塊 進了這個 閃亮亮的海豹 好啊 欸 我叫一個 好 我們現在稍微大概介紹環境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生活的部分 首先呢 吃是非常重要的 民以食為天 所以在宿舍呢 我們不要常常吃外食 你覺得台北物價通貨通貨通貨就很貴 所以我們有時候可以買麵來 我們就需要一個筷子鍋 再來我們東西吃完 可能會產生一些垃圾 那這個時候 來 開罐 這個東西很重 垃圾桶 好啊 就是有一些垃圾可以丟進去 好 我們現在大概介紹完了房間裡面的東西了 我們現在走去外面看一下 這個公共的球 真的滿 相當的滑順的 一出來就有點不一定 這樣很方便 好不好 我稍微都會在這裡洗手 然後再來看一下廁所 四個小天空 然後四個小天空 不知道為什麼 都會有一些玻璃 它都會噴 所以我上廁所 你才會說 噢 就快到了 嗯 所以你上廁所 可能都要在那邊把它乾液 你把它噴掉 所以你的褲子會洗掉 然後這邊 後面有幾間 好這邊 有幾間廁所 然後就是通常有時候 味道都滿臭的 所以我就是先走好了 好 那我們現在大概介紹一下 我們門外呢 都有一盤鞋櫃 每個人都有一格 這鞋櫃的其實空間不大 只是放不中 這樣 好 那我們去下一個一道 浴室這邊就是會有 洗衣機跟縫衣 用乾淨 然後洗衣機跟褲 正常人我們使用是 使用一次去投10塊 但是有些人 我不知道是 他可能可以洗他還是怎樣 他就是 像現在有人在洗嘛 他就是可以把它 擋開來 然後就放進去 因為我們通常放個衣服 所以等到 他已經洗四十三十七分鐘 所以等到三十七分鐘接住 他才會再回來拿衣服 然後我們跟我們正常 這樣正題音樂就是 都在衣服小的時候 先把自己的衣服拿出來 這樣這段衣服會發生 可是我都遺忘了 所以這個情況 就會比較尷尬一點 那我們這個浴室呢 它熱水有一個工藝的時間 如果在這個工藝時間外 想要洗熱水澡的話呢 這邊有一個可以投幣 一元呢 就是乳中生 然後這個浴室 好像這樣 先拿去過 先拿去過一下 好 但是這個浴室 一塊是乳中生 有時候這個機台上面呢 會放一點錢在這裡 那如果可能手都比較緊 也可以拿上這個直接帶走 不過這個有缺點 就是它的水壓會比較小 通常洗起來 都不會那麼舒服 那我們這棟宿舍呢 總共有七層樓 嗯嗯 我比較往上樓 從樓樓下樓 它這個下面是 好像也沒什麼東西 就是通往那個學生活動的 所以它那門呢 很無所 它這個樓樓下樓 它過這邊呢 然後會的 還蠻酷的一個驚喜 我再帶大家來體驗一下 這個驚喜的東西 然後這個宿舍呢 它有一個門禁 就是晚上11天以後 就是進入宿 但是就是標定的規定 我通常一定是 搭椅子 搭椅子 我們要出一間 宿舍門禁止擋入 這就是宿舍人 我的超人 我們下次再見